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北洛峡谷奇藏600 生霞119 蝴蝶97 飞猎手37 潮汐189 悬浮废墟1奇藏607 生霞1122 蝴蝶100 飞猎手38 潮汐198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霞奇藏香 宝香飞猎手潮汐积息生蝶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北洛峡谷左边这一个锚点 好,那到这里之后 把四条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到前方的悬崖边 走到着肩上悬崖边 好,然后低头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 下面有一颗生霞 我们先去拿生霞 拿着生霞爬过来 好,过来 这边跳下去 拿到生霞 然后从左手边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爬过去 好,那爬过来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 它的炸药在 就荆棘的背后 这里 可以选择 炸荆棘 也可以直接把荆药放在 底座上 它同样会解锁 好,把空屋拿起来 丢这里 来拿到这一个一背部西准旗长相 拿到这个旗长相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是观景点 好 这里搞完观景点之后 我们在小地图上这一个生霞 的高光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里有个坑 在这个坑的正空间 跳下去 拿到这一个生霞 拿完生霞 我们先来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有平台上 在这里往北方向 牛上方 这边我们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 从平台绕过来 爬上来 在这里有一个 朴素奇长相 急取补景 拿完了这个朴素奇长相 我们再 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 这里走出来 在前方 前方那个肩上 也是一个肩上 有一颗生霞 这里我们跑过去 好来拿到这一颗生霞 好那我们这里 拿到生霞之后 再往我们的 南方 南方向 南方向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过来 这里有一个挑战 好 这边掏出枪索决策 打炸药 直接打炸药 打完之后 这里就出现了 这个基准三杀 日语超猫 拿到打 拿到之后往 呃呃 焦利亚这条路上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条路上跳下来 跳下来 来到路上 这边有一个荆棘 在他的旁边 拿到炸药 然后把荆棘炸开 好 那这里炸开之后 在里面有一个 朴素其他箱 捡起来 不许继续 捡起来这个朴素其他箱 我们先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往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边这里有个设计训练 来 好的 拿到这一个 基准这条箱 拿到之后 在我们脚底下 有一只蝴蝶 摸一下蝴蝶 接着跟着蝴蝶走 好 这里把蝴蝶送到位 那旁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锚点 没开锚点下 我帮你过去开一下 但做任务 做完主线的话 应该都开了吧 好 我们来到锚点这里 那在锚点的 往北方向 地图上方 这边有一个 潮汐之仪 好 来打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意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到 传送回到刚才 这个锚点 好 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有一个 小建筑 在这个楼梯的底部 这里是一个 朴素其他乡 日雨球猫 捡起来是一个 朴素其他乡 我们再往我们的 西南方向 地图爪脚 这边跑过去 这里有一个 潮汐之意 好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意的奖励 去去去 拿到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那这一次 我们先回到 北洛峡谷 左边这个锚点 回来了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 走到学外边 好 在对面 在对面 的平台上 一个 潮汐之意 好 来打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完之后 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意的奖励 雨球猫 拿到奖励 往东方向 地图一扁 东方向 地图一扁 这边走过来 走到前方 瀑布的位置 前方这个瀑布 低头 那在这个瀑布的 正中央 东南方向 地图小角 跳来来 这里有一个 朴树其上乡 拿到这一个 朴树其上乡 我们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往前飞 这边 有一个小建筑 小型建筑 破烂的小型建筑 在这个小型建筑 这里 跳下来 回头看 这边 这里是一个 朴树其上乡 二部死去区 捡起来 这个朴树其上乡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右手边 这一个锚点 好 来了以后 往东方向地图一扁 这边过来 路中间 这里一个潮汐之意 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七大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意的奖励 即使补解 拿到奖励 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 好在对面 这里 有一个 阴藏仪的挑战 好来打一下 好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 精密奇上乡 背部死去 拿完这个奇上乡 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 在那边 那个 吊鸡 起吊鸡的顶部 有一颗生霞 这个蝴蝶憋姬 先来拿生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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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拿到生霞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前方这个船 搁浅的船 这边它的尾部 这里有一个 朴素奇上乡 为你拿到 这一个朴素奇上乡 我们再回去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游回去 游回去刚才那只蝴蝶 这里回来 在路 路中间 在路边 路边这个树桩 枯树桩 这里 把蝴蝶摸一下 跟着蝴蝶走 好那我们蝴蝶送到位之后 再往我们左手边楼梯走上来 这边是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 看到我们左手边 这里有个坑 从这个坑 跳下去 这个坑下来 往下走 这边还有两个装置 把这两个装置给它 带回去 捡起一个 往回走 好捡起来的这一个 我们放 放在这个 左下角这里 然后我们再回去 再捡另一个 这个要 绕到这边才能捡 好捡起来之后 再回去 好的 那这一个的话 我们放到 右边 这里 然后捡起旁边 三头的 好放到这位置 这里自己调一下 好那再走过来 走过来这边 有一个双头 有一个三头 我们捡起双头 然后放在 这个角落 接下来就随便放了 这里我们捡起来 这一个 丢一下 最后一个 捡起来 好这样的话 这个箱子就解锁了 我们来拿到 这一个箱子 以背部许之序 好那捡起来 这个箱子之后 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上角 这边走 这边直接跳出来 再按边 按边 这里是一个 潮汐之一 跳下来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碗怪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再往西北方向 地图上角这边走 好前方这里有个 废墟 在这个废墟里面 废墟里面 拆下这个空物 过去把这个石头炸了 里面一个 基准起常向 位语 捡起来起常向 哎呦我啊 那 现在没开锚点的小伙伴 上方这里锚点 我们现在上面这里锚点 没开的小伙伴 赶紧过去开 开了小伙伴 我们就直接下一批再见 那我们就 好吧 下一批再见 好那我们这一批 来到 悬浮废墟左边 这一个锚点 到这里 往我们的 东北方向 地图越串角 这边是一个 潮汐之一 好的 那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 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 就下方这边走 这边走过来 来到房子门口 往左后边看啊 这边 这里有个门 从这门进去 好这个门进来 左手边 左手边啊 这边有个小楼梯 楼梯上 有一个基准 骑堂箱 三个 捡起来这个骑堂箱 我们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越角角 这边走出来 这里出来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把这一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一倍不许 拿到这一个奖励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啊 这边我们先往下 先往下面走 先往下面走 飞过来 这边有一个潮汐之遗 金色的啊 好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遗的奖励 拿到中央我们再回去 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 走过来 这边往回走 这里往回走 回头从左手边这个桥啊 左手边这个桥啊 左手边这个桥 跳上来 然后再往东方向地图边啊 这里我们上到房子上面 好上面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这一个怪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正前方 这边以堵墙 把这堵墙打开啊 这堵墙背后啊 也是一个基准三项 捡起来这个其他项 然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 右手边 我们再走过来 右手边爬楼梯 啊这不是楼梯啊 反正爬到最高处啊 爬到房子最高处 好那我们站在最高处 然后私聊转到东南方向 地图小角 那边空中 空中有一颗深夏 飞过去 好拿到自己客森夹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放 这边落到前方那个小岛 这里有勾着可以勾一下 好勾过来 在我们落点的位置啊 有一只蝴蝶 啊这只蝴蝶的话 这样 目的地就在我们东方向 地图右边 就在就在这里啊 那我这里不小心拿掉了啊 那我们现在再跟着这个蝴蝶 走过来 跟着蝴蝶过来 然后把旁边的这个锚点 啊这边这个锚点给他打 给他给他开了开了啊 开了锚点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啊 这里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自己的奖励 拿到奖励 在我们的右手边 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这边这里 一只蝴蝶给他送过去 好送过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走回去啊 回头走回去 从这里瞧动啊 走过来 好走过来 走到右手边没有墙壁为止 再看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里掏出枪手角色啊 注意看 飞猎手 好的那拿了这个飞猎手 然后我们继续沿着前方的条路往前 沿着条路往前走 这边勾着勾过来 正前方 先过去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潮汐记忆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正前方这个楼梯底部 这里有一个辅速奇藏箱捡起来 好捡起来之后我们再看到 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庄角啊 这里一只蝴蝶 把这只蝴蝶给他摸一下 好 摸一下跟着他走 好 好这个蝴蝶送过来 然后我们再从旁边这条路走进去 这正中间啊 正中间这里 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四眼蝶和 一个 生霞啊 那我们拿一下四眼蝶 好 然后南方向就下方 好 接下来 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庄角 拿空物 炸石头 带过去 好 这边 里面是一个 金色的潮汐之夜啊 这里要清怪的 我们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夜的奖励 好吗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 右上方 这一边这里 从这里爬 从这里开爬啊 然后爬到上面那个缺口 爬到上面这个缺口 好 这边我们站在缺口这里 然后 往 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庄下角 这边 起飞 跳过来 跳到这边那个平台 好 跳到平台之后 我们再回头去拿这根生霞 好 这里拿到生霞 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庄下角 这边走出来 这里一个潮汐之夜啊 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 那我们拿到这一个潮汐之夜的奖励 拿到之后 在东南方向地图庄下角 这边是一个阴障仪的挑战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挑战 好的 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唐项 拿完这个奇唐项 东北方向地图庄下角 这边走过来 好 这里是有三个石头啊 把这三个石头 石头给它砍了 就出一个普通 这个毛 又换 换 朴树其唐项啊 拿完这个朴树其唐项 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庄下角 这边走 我们回到正路上 回到大路上 好 回到路上 回到路上 然后往北方向地图庄方 这边走过去 这进前方 一个潮汐之一 这里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 那清完怪之后 我们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一备不许 拿到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庄边 这边这里有一面 有一个墙 就墙可以砍 所以 你给它砍掉 拿到西纪 砍掉里面一个朴树其唐项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会绕到这个房子另一侧 绕到房子另一侧 好 这边绕过来 能看到这里有个炸药 把这炸药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好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A 好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绕回到 绕回到这个 房子的这一侧 上面这里 金基给它炸了 然后我们再爬上去 爬到 房顶 好 房顶一个基准其唐箱 捡起来 卫雨桥 捡起来这个其唐箱 北方向地图双方 对面 一个神霞跳过去 好 拿到神霞 那我们拿到神霞的话 这一批就 拿那么多吧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